大家好,我是聪明可爱,还很屋的嫦娥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丈夫为了一百万美金将妻子出租给了富豪一晚的故事 大卫和戴安娜大学时期一见钟情,甚至不顾家人的反对斯文 成婚的他们过着不算富裕,但是也算幸福的日子 大卫在一家建筑公司任职,戴安娜是一个销售 两个人决定买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 很快他们贷款买下一块地,并且由大卫亲自设计好了房子的样型 然而流年不利,大卫遇上行业的低潮被辞退了 戴安娜所在公司的发展也遇到低谷 瞬间他们还不上了五万美元的贷款 他们决定去赌场碰一碰运气 揣着从家长那边借来的五千美元,两人前往了拉斯维加斯 赌场说到底是有钱人的游戏 他们这一点本金虽然前期赚了两万五千美元 但是最后孤注一掷,赔得血本无归 而在这趟赌博之旅中,戴安娜被一个亿万富豪约翰看上了 戴安娜率真的性情和美丽的相容给约翰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约翰是一位绅士,他并不准备抢取豪夺戴安娜 他首先在赌卓上接近大卫夫妇 然后在他们两个人身无分文的时候主动对他们提出 如果让戴安娜陪自己一个晚上就会给他们一百万美元 显然这是一个乍一听侮辱人 气想后非常诱惑的条件 两人回去后在床上辗转反侧 彼此的心中其实都在想着那个交易 第二天他们商量好答应约翰的交易 但往后的日子里谁都不能再提起这件事情 戴安娜如约去了约翰那里 约翰也确实是一个真人君子 虽然他想对戴安娜做一点男人都想做的事情 可他不愿意抢人所难 还是选择了礼貌的尊重戴安娜的意愿 第二天早上戴安娜毫发无损的回到了家里 而一百万美金也到账了 悲催的是他们赶到银行偿还贷款时 发现那块地因为预期已经被银行卖给别人 而买走那块地的正是约翰 由于那块地已经被买走了 他们也失去了赚到这一百万的意义 戴安娜非常气愤跑去质问约翰 约翰也很坦荡 告诉戴安娜自己就是想要接近他 回到家后 戴安娜与大卫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戴安娜开始对他疑神疑鬼 还会询问他那一晚的一些细节 戴安娜开始觉得戴安娜和约翰一定有一腿 种种生活中的蛛丝马迹 戴安威也会捕风捉影胡思乱想 事实上那一晚已经说好不再重提 然而大卫自己心里却始终放不下那样的芥蒂 不断的怀疑让两个人脑翻了 曾经共患难的好夫妻变得形同陌路 离开大卫后 戴安娜生活中多了约翰的追求 经过约翰的一段猛烈的攻势 他们最终在一起了 而失去戴安娜的大卫则一直沉沦 一直抑郁不振 直到看见戴安娜已经属于他人 他开始不停的工作 不停的努力 不停的继续思念戴安娜 最终大卫还是鼓起勇气 在一次动物园募诀会上 花了一百万将他和戴安娜共同的记忆 一只河马牌下 这也引起了约翰和戴安娜的注意 约翰大方的给予他们空间私聊 约翰大车大悟的对戴安娜袒露心悸 虽然自己很爱他 但是还是会同意和他离婚 成全他的幸福 戴安娜的心里何尝不一样爱着大卫呢 听到大卫这一番感人非福的自白 两个人还是符合了 而约翰野心之肚明 此训之中他还是没能得到戴安娜的心 他选择成全这一对小夫妻 好了 这期的强调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嫦娥的记得点下关注哦